大家好 我是霍兰 我刚才听到后面 端端在说啥 他说我要加入他们 我的那个学历 也都是中下等的 是吧 他刚才这么说 对吧 中上等 是吧 没有没有 我很奇怪的 就是他说的是 我要加入他们 我就想到说 我本来不就是哈圈的吗 对吧 今天其实挺高兴 来这个苏宁易购的这个活动 结果过来一看 对吧 结果就是什么 李丹 什么王勉 什么杨博恩 然后打着这种 什么毕业也要在一起的 这种情号 打什么情号 这不是赚钱也要在一起吗 对吧 怎么这么高尚 而且我们过段时间 就是投球大会的对手了 节目没开始 我们先在这儿来 先比一下 毕竟啊 投球大会开始之后呢 很多人可能明年 就接不到能赚钱的活了 可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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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别这样 今天主题啊 叫毕业也要在一起 最后一个让我来呢 就是因为说之前说 各大毕业 又当过高管 然后创业 说有一些经历呢 让我分享 就关键是 观众听完我说的之后啊 其实没有什么说服力 因为我跟你一顿讲 说啊 这个经历 那个经历 你往旁边一看 这些人不还是在跟 各大的一起说 投球秀吗 但其实呢 这事你得反过来看 就是你多听听 他们讲的对吧 你说他们之前 干过啥 删过啥学 那不也是在跟 各大的一起 讲投球秀吗 其实我啊 还是跟大家分享 分享一些创业啊 学习的经历 对吧 这些东西可能 真的有用 因为毕竟这些话 他们也讲不出来 之前啊 说去留学 对吧 就很多人 其实看留学这个事啊 他们真的是 我是觉得说 你真的是有必要 想去好好学 再去留学 不要觉得说 大学没玩够 想要去搞个研究生 再出去接着玩 就这种情况呢 我是不建议你读研的 我建议你留级研壁 好吧 你同学玩嘛 对吧 而且呢 很多人觉得 出国挺好啊 怎么这样子 其实在国外读研 其实很多人说 留学镀金 其实跟大闸蟹 其实是一个道理 国外那个水啊 其实也没那么好汤的 就我之前 我说过一个事 就是我之前考试 考两分 一到假期 回老家 亲戚他也不懂 他经常问你的问题 就是 那个老师上课 你都能听得懂吗 我说我在那边 不就是干这个 我说怎么就听不懂了 他说 那你这还挺厉害的 我说是 这有什么好听不懂的 然后他又来劲 他说那你都听得懂 怎么能考两分呢 后来找工作 就是找这种 什么精算师的工作 然后投了200多份简历 都没有找到一份 我学的对口那个工作 然后后来没办法 只能转行去当程序员 但我又不能跟那个人讲 说我说精算不好找工作 你们这边好找工作 随时我就来了 我就只能编了个故事 我说你看 现在计算机行业 现在开始慢慢取代会计了 它慢慢也会要取代精算 所以说 与其站在食物店的中间 你就不如站在食物店的最顶端 虽然是叛变的 但很大意凛然 对吧 声明大意 但领导清完了之后 很不满账 他说 哎呀你要想站在食物店的顶端 你应该去当电工啊 之前呢 电算同学也问我说 你现在当程序员 说之前那些精算 就完全没用了吗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用 对吧 还能算别的东西吗 比如说149块钱 买的一个苏宁EGO的super会员 开卡直接返你140块的会员补贴 卡里还有各种的VIP福利 618期间 还能让你额外的取600块钱 专属红包 好可以鼓掌 虽然很差 但是可以鼓掌 但其实啊 当程序员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毕竟还是跨专业了嘛 而且觉得自己还是挺厉害的 因为他们听完我留学的经历之后 他们就觉得说 哎 程序员这行真好干 还挺缺人的 因为我之前也讲过一个 说自己在这程序员 天天在这边摸鱼 天天不干活 这是真的 就是上班真的没人管 就有一次做个项目 领导问我需要几天 我说做五天 但其实我已经把上班 看电视剧的时间已经流传了 但他后来又给了我七天的时间 就很痛苦对吧 因为那两天电视剧又没更新 很多人其实毕业了之后 就想创业 说哎呀我懒得找工作 我也懒得考验 我就创个业想当个老板 其实说实话 你还是如果你想创业 你再创业 不要去想什么 我不想打工 我就想创业 不要为了创业而去创业 这个很简单 说实话 其实你自己花几百块钱 你注册个公司 你就是老板 但没意义啊 我去小卖部 花两块钱买个矿钱水 人家也管我叫老板 对吧 创业其实很难的 创业真的很难的 不是说简单的当老板 其实那个就是24小时 带命的打工人 而且风险很高 你去看那些创业的人 其实真的就是 九死一生 而且活下来那个人呢 生不如死 特别难 真的特别难 所以说大家还是 选好自己的路 无论是考研 还是创业 自己想做那个东西 再去做 不是为了去延长时间 为了去玩 才去选这条路 所以说其实说了这么多 其实作爱过来人 其实我也说不出来 哪条路好走 哪条路不好 哪条路不对 就是你选一条路 你先走着 虽然很多路可以选 但是你不行再换吧 因为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不需要对路负责 其实不用纠结 哪条路先走 先走着去 即使不太会走路 你不是还会卖腿吗 卖出去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大家好 我是霍兰 今天是10月24 程序员的节日 阿里云希望说 我给程序员送一些祝福 我觉得这个时代变了 就之前我理解逢年过节 给程序员送祝福 都是找那种cosplay的小姑娘 又哭又跳 现在他们开始找我了 我查资料 好像最近这两年才有的这个节 但是我印象里面 我都已经过这个节 过了好多年了 然后还跟朋友说 我说怎么不对 好多年我就记得有这个节 他们说不是 就是你们这种程序员 天天度日如年 就是这样子 然后而且我们1024公司 每年会放半天假 程序员大家都特别开心 因为晚上绝对很多人 就可以下班了 休息半天调整调整 我一开始 其实说实话 我自己 我一开始也不是编程吗 我跟编程开始接触 就是小学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我当时学一个logo语言 小乌龟在那边画图 那时候一周一堂电脑课 然后一周学理论 一周去上机 理论课老师在黑板讲 怎么去画图 老师讲人讲人还讲错 说来跟着乌龟一起画图 我们下面就在下面笑 然后下一周去机房上机 那时候上机特别珍贵 就是你要穿着鞋套 所有人捏手捏脚 感觉是去机房偷电脑一样 然后学那个语言 就是各种指令去画图 考试就让你去画一个 什么正八边形 特别壮观 所有小朋友都在那边 手去算那个角度 在那边算 真的就是 那个整个场面 就是整个全班同学 一半在那边画龙 一半在那边画彩虹 再后来就一直跟编程 没啥交集 大学的时候学过 学过一些VB 学过C 但那些都是为了考试 就面向考试编程 再后来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之后 学精算 然后转行去做程序员 就是为啥转行 就是因为 因为精算找不着工作 其实就是 当时面试的时候 我就自学嘛 面试的时候 必然会问你个问题 说你之前学精算的时候 为啥到我们这边 来当程序员 我只能说 我说你看 现在很多报税 什么之类的 都自动化 积极化了 精算这些东西 早早晚晚的 也会积极化 学精算也会被取代掉 我说与其被取代 还不如站在 食物链的最顶端 说完之后 那个面试官感动得 就满脸泪花 他都没想到 说编程还这么有意义 但说实话 我不来面试 我也不知道这么有意义 他说你这么能说回答 要不然来我们这边 做产品经理 当然这是玩笑了 就是去当程序员 其实我是写了程序之后 才发现说 写程序还挺有意思 就跟我们小的时候 我去做那个几何题 是一样 就特别快乐 就是很多时候 不是说别人要求 就是一个东西 我要做不出来 我不吃饭 不睡觉 我也想把它给弄出来 阿里云之前 他们跟我说 也有一个奶爸程序员 就在阿里云出击的时候 就是为了 守着那个系统 就on call 为了守着那个系统 就是把自己的闹钟 射成了孩子哭的那个声音 因为他之后听到这个声音 他随时能蹦起来 然后就修那个bug 就是这样子 其实很多人说 有情怀怎么样 那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想的可能很简单 我们就不想希望 这个服务器当机 这个服务器当机 没人修 这个不符合 我们的价值观 有的时候一说理想主义 很多人就想听听 我们程序员的情怀 听听我们怎么用去代码 去改变了大家的 一时住行 但很多时候 我们的想法 也可能没那么多 我们就想的是 当然人家上线的时间 得上线 我们想用干净的代码 实现每一个功能 程序员有的时候 会仰望天上的月亮 有的时候低头 看看六边市 但更多的时候 我们都平视着屏幕 去用一行行代码 实现着我们自己的理想主义 今天阿里云就寻思说 在程序员里面 找一个还算比较会说话的 来这么一天 向所有程序员表达感谢 我觉得无论是阿里云 还是现代互联网 都是靠这些程序员 和程序员写的代码 堆砌成的 而且阿里云一行 和所有的程序员 并肩作战下去 最后祝所有的程序员 节日快乐 注意身体 最后的最后 我还有一句广告词要念 阿里云十年如一日 理想主义不止1024 谢谢大家 我是护兰 谢谢 好 长五分钟好不好 真的 你们这儿我都心慌 你知道吗 节目播到现在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上热搜 太害怕了 前两天我一睁眼 又一堆人微博上爱妥 我现在这又咋了 结果一条热搜叫 小浣熊投卡栅栏 被救时吓尿了 还说你不好 写稿卡栅栏里干什么 现在真的写稿太难了 我之前是做人工智能的 我还试图写过一个 人工智能的程序 让他写段子 就那小半年 别人都在写段子 就我在写程序 别人说忽兰你珍惜时间 赶紧写段子吧 我说你还是珍惜珍惜 你能写段子的时间吧 那时候别人问我 我说你咱忙啥 我说说这吓死你 智能喜剧 我当时还跟自己说说 霍兰 你将来一定是聪明死的 那时候我都有种使命感 我说我要站在 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 无怨无悔 最后整了半年 啥也没弄出来 他们说我站在 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 装神弄鬼 现在人工智能就是这样 就总给你提供便利 但惹你生一肚子气 那酒店那个送摊机器人 不就是吗 说送到房门口了 你就再往前走两步呗 不的 离那个门口贼远 我要拿那个餐 我就得一脚抵着这个门 一手在够那个饭 就这个优美程度 都不输语生节选 我经常脚一个没底住 就穿着个短裤 跟机器人站一起了 他还一直喊 喜欢我就喝一喝影吧 一直喊 喜欢我就喝一喝影 我说你憋喊了 你再喊喜欢我的 就出来跟我喝影了 现在那个短视频不也是吗 猜你一欢 其实也是人工智能 那玩意不容易生气 但是容易上瘾啊 很多时候 他不猜我还不喜欢 一猜我看得还真欢喜 我可喜欢在上面学知识了 那上面那个知识就是 既深奥又肤浅 他教我掉进黑洞后 应该怎么办 我说真掉进黑洞之后 那刷短视频 那跟不刷短视频 那有什么区别啊 他教我什么 如何拦截小行星 我说这人工智能 真巧得起我 我现在都得 一直自己的那个求知欲 跟自己说 再学五分钟 就五分钟 十分钟 我说十分钟到了 再学半小时 就半小时 半小时之后说 哎呀 我跟人工智能 叫什么劲呢 撒开来学吧 在短视频的知识里 遨有15秒一个小知识 15秒一个小知识 用完整的时间 学到了一堆 随便化的知识 我学的是杂 当我爸呢 是学的是精 就我爸经常 在各种APP看我的消息 现在他那个首页推送 全是我 在他的眼里 我就是国内顶流 全世界一天就俩事 查尔斯王子登基 跟忽兰投卡 炸弹里了 所以说我跟他倚出去 他看见说没人认识 我都很诧异 他说你们不认识我儿子吗 你们是不看手机吗 我说爸 他们只是不看你的手机 而且现在人工智能 就根据在朋友圈 根据你的消费能力 给我推广告 什么小额贷款 不用花钱的小游戏 我气得 我说我的大数据眼里 就这样吗 点击投诉广告 选择选项 感觉被冒犯 也可以给我推 那个贼贵贼贵 那种豪车名表的广告 我说这是大数据在鼓励我吗 他说不是 大数据算错了 点击投诉广告 选择选项 感觉被冒犯 没啥优点 就是容易被冒犯 经常我不让你们看不见 在那个豪车的广告下面 还有朋友同事经常点赞留言 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凭什么他也能看到这条广告 后来想明白了 可能就是这些奢侈品牌 给目标客户投完广告之后 还剩点钱 然后说要不然让这些 买不起的朋友们也开开眼 还总有朋友说什么 这些软件 监听手机 没有 大数据足够了 咱没那么重要 你以为叠天电影呢 一堆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监听你两周 动用各种机器 分析了你一万句话 最后说 报告 要给这人推送 一块五两个的混肠 人工智能会算数 但是也会算账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我也没那么重要 我时间也没这么重要 就爱刷就刷 毕竟我省下那个时间 我都净站在石子路口 装什么东西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谢谢 加油也没有用了 192票 我隔三层墙啊 我就听到了 他这个充满了幽默 又嘹亮的声音 我知道 徐志胜来到我们这里之前 我是效果文化 赏门最大的人 就都说我赏门子 大的跟驴似的 现在没人这么说了 我人设崩了 我说这也太卷了吧 怎么当驴都有人抢啊 今天聊网络嘛 我最懂网络呀 因为我原本 就是一个快乐的宅男 快乐死飞宅 天天蹲在家里 上网打游戏 后来呢 就有一个网友 天天缠着我 要跟我见面 我很羞涩 但我还是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跟网友见面 因为这个网友 叫李淡 他说的挺好的 哎呀 闲着也是闲着 出来喝点酒 随便玩会儿 有打那次见完面 直到现在 我们俩人一起工作了12年 弄得人家现在功成名就的 根本就没有时间打游戏 感觉甚至这辈子都有了着落 你说这不骗人吗 说好的随便玩会儿 你怎么还对我负责了呢 哎呀 拍了 工作之后 我遇到了好多人 好多好多人 很少有负责的 现实世界里的人 比网友的复杂太多了 你想在游戏里跟人相处 我们一起打过boss 那以后就是好兄弟了 在公司里跟人相处 我们一起骂过boss 回头你就跟boss举报我 这算怎么回事 而且在游戏里 你打出什么装备 那都是平分的 在工作里头 那装备的分配 它也不均匀呢 你看领导有口蜜附件 同事有两面三刀 那都是武器啊 我说那为啥 我就分了一身防装啊 你看我背了个大锅 还穿了个小鞋 同事一个一个都可精彩了 上午一块给我骂领导 说我们公司领导 一无是处 光吃饭不干活 下午他跟领导一起嗨会 他就说领导 你就辛苦了 我们公司的领导 那吃的是草 挤的都是奶 我说咱们领导 吃了什么草 吃完变化这么快啊 吃的墙头草吗 所以我不想退网 我想退现实 去年我在脱口秀大会表演的 奇烂无比 事业蒸蒸日下 我心想我终于有时间打游戏了 我马上就跟我高中同班的老战友联络 我们中年人打游戏 那真的是太热闹了 哄完孩子哄媳妇 手忙脚乱的 这边在游戏里抢buff 那边在家庭里哄外腹 维持自己艰难的life 还有个人得先把媳妇哄睡着了 他才能偷偷地打游戏 就那天刚打没多一会儿 他媳妇做了一个噩梦 醒了 那个时候我哥们就坐在电脑前 跟他媳妇四目相对 得 一个噩梦结束了 又一个噩梦开始了 这一天天过的 一场游戏一场梦啊 后来我在叫我的兄弟们打游戏 他们更不敢来了 说那再打游戏 我媳妇都不给我做饭了 咋办 我说咋办 用心办 海天半份酱 一勺半掉 一碗饭 咱们就这么办 他说太好了 海天半份酱我想留下 但是你个兄弟 我能不能不要了 后来我就自己打游戏嘛 自己买装备 玩得挺高兴的 结果忽兰博勒义了 后来说建国 你都这么大碎人了 你每天在游戏里 今天买个盔甲 每天买个宝刀 有啥意思 那装备都是虚拟的 那花的都是冤枉钱 还是跟哥们炒股吧 我就去了 你还真别说 后来我的那些钱 没有一分钱是冤枉的 都死得可明白了 我现在确实不花冤枉钱了 因为我没钱了 我现在在游戏里 都买不起一把趁手的刀 但是每次我打开股票APP 却都能感觉 心口上挨了一刀 手中无刀 心中有刀 整个游戏圈 说了这么多年 是兄弟就来喊我 只有忽兰真的来了 我现在从头到尾 回想起这个事情 那个感觉可奇妙了 就是当初 我正要在这花钱呢 后来说 哎 等一下 说你这个钱呀 这么花出去 它多没意思 来 你给我 来 咱把它放到股市里 来 注意看 消失了 我说 哇 小浣熊魔术师 我还问呢 我说魔术师 魔术师 这是什么神奇的小魔术呀 他说 哈 大便穷人 网络世界 都光见影啊 但是现实世界 才真的伤人 我 反正我会继续学着 在现实世界里 努力生存的 希望大家也坚强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 尔胡兰 其实啊 我们这些演员 就是你们这些观众 给惯的 总给我们幻觉 出去一工作 瞬间清醒 去年我出去录个晚会 和这些流量 都住在一个酒店 酒店大团有粉丝 流量一进去 你的粉丝 开始拍照 我进去的时候 我都听见有人在说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他说 哎呀没事 先拍了 回去再查 去年我录过一个节目 就是一个知名企业 想弄一个内部的 特首大会 下面坐 全是他们老板 我们就过去 帮忙弄稿 他们不知道写啥 我说 你就对啥事有情绪 他们说 就对公司还有情绪 我说 那得抒发呀 他说 哥我觉得你在用你的爱好 挑战我们的饭碗 整场演出一个惨烈 员工上去一一吐槽 然后老板上去一一反驳 最后员工上去 再一一道歉 比特首大会好看多了 因为只有员工吐槽 是有稿的 后面的反驳跟道歉 全是发自肺腑的 一个员工上去吐槽 说说好了分房 来了五年了还没分到房 老板说 我说分房 你来了五年还没分到房 不应该想想 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这魔忌多好 让对方从自己找原因 学到了对吧 以后老板再问我 为什么迟到 那你想想 我在上下公司 怎么不迟到呢 今天公司还出了个题 问我们 躺和卷怎么选 其实答案很简单 工作嘛 我躺有躺的价格 卷有卷的价格 这事主要看公司怎么选 你待遇不一样 工作状态它就不一样 你别总说 你当时来的时候 状态不这样 那我来的时候 排骨才十二一斤 你现在二十了 还说什么状态不一样 那一个人吃半斤排骨 跟吃一斤排骨 状态能一样吗 就这待遇 老板还总问说 能不能加班 我说这钱能加班啊 但就不能上班了 但你一跟老板提涨心 他就给你诉苦 让你跟公司同甘共苦 但你跟他共苦完 到同甘的时候 他说我甘了你随意 你甘就甘 我们别发朋友圈啊 经常所有人 没日没夜工作 熬一个通宵 然后打开朋友圈一看 老板在健身房锻炼呢 还配了个文字 说真好 今天又消耗了 一千五百大卡 我们消耗着卡路里 给老板赚钱 老板在用我们赚的钱 去消耗卡路里 那你为啥不直接工作 消耗卡路里呢 过几天 再看朋友圈 老板又请了个私教 你作为员工 我们能怎么办呢 尤尔牙 为了老板的健康 燃烧我的卡路里 真的就这样 而且即使是这样 老板还总觉得 燃烧的人不够 就我们公司 这个环境 还大肆招人呢 招完之后说 这是谷歌挖的 这是腾讯挖的 我说你好好说 他说这是谷歌采的 这是腾讯采的 我还问健康 我说公司招这么多 被采的干啥 健康说招财劲宝嘛 所以说现在公司 舆论混杂 很多人不懂喜剧 但很懂职场 深得老板喜欢 因为会做表面文章嘛 白天不工作 晚上加班给老板看 你们听说过成语 叫凿臂偷光嘛 就为了看书 好刻苦啊 晚上偷光看书 那白天呢 凿臂啊 根据经验 弄到之后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想好好做事的 全走了 留下一堆混日子的 这种现象呢 经常叫劣币驱逐良币 但你就看着那些人 你都觉得 这不是劣币驱逐良币 这是明币驱逐良币 老板觉得 好 对吧 数额大 在他看来 面值越大 价值越大 一些人走了 说不跟你们这些傻子玩了 还有一些人躺了 说我倒是看看 老板怎么通过 明币实现财务自由的 最后骂一骂了 讲一讲了 所以说今天这题 不应该公司出给我吗 应该是问问公司 躺和局 你怎么选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霍兰 我上周刚过完 我33岁的生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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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其实没过 因为我们在录上一个节目 这几个月累的 两年前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还在这个台上 我说留给我 大气晚成的例子不多了 我最近觉得 留给我的日子都不多了 我已经不想大气晚成了 我现在只想喘口大气 而且经常有朋友问 你说你为什么选择做脱舞秀啊 那是我的选择吗 那是我没有选择 我也想唱跳 我也想成团 但你想想看 我建国李诞成个团 我们敢成 你们敢看吗 你想 我们三个加起来 一百来岁 五百来斤 一痛唱跳之后 站在台上喘的 喘都不是最可怕的 最后发现 一个人不喘了 有比不喘更可怕的 就是真的 到我这个年龄 我爸妈也开始催生了 其实就是他们的房子 去年被划成了学区房 人家都是给孩子配学区房 我们是给学区房配孩子 我小子说不这样 没学区房呢 天天瞎玩 在东北冬天 什么堆雪人 狗拉爬里 之前还有上海朋友问我 我说那狗拉爬里 你们那都是真狗吗 我说不是 是我们小孩轮流当狗 现在小孩啥都学 什么骑马 滑冰 还有小孩学钓鱼 我说钓鱼 我说退休之后的技能 现在就要学吗 而且各地学的东西不一样 我有个广东朋友 家里小孩学烹饪 那么点小孩 我说吃饭都费劲呢 你让他做饭 我看他小孩还没锅大呢 我都怕他钓锅里 把自己做了 我都不忍要问我 我说这就是你们 广东的煲仔饭吗 我看过那个小孩 做出那个菜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 甲方所谓的五彩斑斓的黑 小孩还挺懂事 拿去给他妈吃 他妈看了眼说 妈妈不饿 给爸爸吃 多给爸爸 爸爸吃 爸爸不饿 给爷爷吃 爷爷也不饿 真的是一人做饭 全家不饿 其实做饭没那么费劲 对吧 只需要一套 做饭不难的三好厨店就行 滑地厨店 三好厨店 好用 好看 好清洁 很多人说你说这些 小的时候学的这些 长大都是技能啊 真不一定 你们听我唱歌吗 但你们能想到 我小的时候 学过五年钢琴吗 我五音不全 我妈还让我练钢琴 她说没事 琴能补琢 她怎么这么 把我帮你摸了 我弹的琴 五音缺四音 只剩一音 噪音 我们楼里 还有另外一个小孩 学小气琴的 用现在的话说呢 那是卧龙凤厨 但那个时候 我俩觉得 那就是高山流水 那是余波牙 遇上了中子期 我俩就每天 给全楼人展示 木头到底还能 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我没有准备好 生孩子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看别人买游艇 买画出去旅游 我不羡慕 我自己生活得很满足 但我一旦有了孩子 我很害怕 孩子回家跟我说 爸爸 爸爸 为什么隔壁大尾 他能上国际学校 我上不了 我没法跟他说 因为爸爸穷 但爸爸很快乐 我只能一个月 两万块钱 拼命把他送到国际学校 等他放学 他说花了这么多钱 在学校里都学了什么呀 然后他给我唱了首 《雇佣者》 我看着他心里 只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是我的孩子吗 但一想 唱得这么难听 还能是谁的孩子呢 我只想跟他说 你快闭嘴吧 这歌声让你奶奶听见 我还得给你买钢琴 现在小孩梦想 太花了对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支持他 我侄子六岁 爱看说唱 天天在家唱楼 就说你也是个rapper 他也是个rapper 去学校里面问 老师说长大想做什么 想当rapper 老师居然还支持 你们真的是 时代好了 变了 放以前 老师只会说 你们不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 你也是个rapper 他也是个rapper 我小的时候梦想 其实比这还宏大 我想当英雄 我看三国 我觉得长大以后 就能成为刘备一样的人物 后人会拿那个史书说 什么 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攻打乡羊 我爷爷刘备大英雄 长大以后发现 我就是 于云重重重的一个 无名之辈 后人只会拿那个史书说 快看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攻打乡羊 人家说 你爷爷是刘备吗 说不是 说那二十余万里面 有你爷爷吗 说也没有 背着今晚下看 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攻打乡羊 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别看我说这么多 假如有一天我有了孩子 可能也会送他 学这学那 我们总说 别让孩子失踪起跑线上 哪什么固定起跑线 哪人多 哪就是起跑线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大家好 我是霍兰 我们这比赛非常激烈 但比比赛更激烈的 是网上骂我们节目的声音 我还给同事提意见 我说要是大家都这么骂 要不然咱们就直接把 宣传文案里的看 都换成骂 这多吸引人啊 周二周三 晚八点准时来骂 会员抢签一周骂哦 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说做个喜剧 怎么能把人气成这样呢 我想喜剧这么厉害 你说诸葛亮当年 气周瑜要那么费劲吗 直接给周瑜看投球大会 什么攻心战 水战 火战 十万大军都不用 五十六个人 车轮战 周瑜呢 爆脾气都活不到 车轮战结束 最后四位领先员商量 我们决定复活周瑜 我妈都给我打电话 她说 李旦干的啥事啊 那张大伟也是的 我说妈人叫大张伟 还有那个私信说 你们那个领航员 我说那叫领校园 我说这都是什么呀 领航员 张大伟 咱看的是一个节目吗 我妈就是在网上 看见有人骂节目 心疼儿子 说看看咋回事啊 看着看着上头了 就跟着一起骂了 我爸都多少年 没骂 妈气成这样了 不得不说 还是李旦会惹女人生气 而且我妈喜欢的演员可多了 动不动看完一期 说哎呀 这个怎么淘汰了 哎呀 那个怎么淘汰了 我说妈这是比赛啊 比赛就会有淘汰啊 给她说生气了 哎呀 你怎么还不淘汰呢 还有一些热心观众 帮演员伸张正义 在网上说 通游大会 明年别办了 我可谢谢您来 这都不是伸张正义 这是要斩草除根 而且我对网上批评我们的态度 就是得让人说 对吧 我们不能总吐槽别人 还得让人吐槽嘛 而且娱乐圈能让吐槽 而且没什么抵抗力的 也就只有脱口秀了 对吧 关键是我们自己也不老实 人家是不惹事也不怕事 我们是爱惹事也怕事 惹完事人家一反击 我们再去惹下一个事 对我们来说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所以说通游就没啥粉丝 全是观众的吧 观众说还是多关注 关注一人生活吧 远离一人作品 太危险了 虽然说我们没有粉丝 但是我们有经典超绿牛奶 每百毫升含六克原生高蛋白 超绿黑科技 六克原生高蛋白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比脱口大会 节目的评分还高一点 我从一眼经常看那些剧 我就发现那个剧里面 偶像弹幕控屏 那些粉丝还得找角度想词 帮脱口演员发弹幕控屏 多容易啊 你只要哈哈哈哈 就这样都不愿意 经常满屏的不好笑 不好笑 我就搞不懂了 那微信里面天天哈哈哈哈 怎么一看个偷口秀 就不愿意哈哈了呢 那微信里一个个可愿意哈哈了 我就问朋友 我说明天吃饭 那地儿定了吗 他说哈哈哈哈 还没 我说你有笑的功夫 是不是都定了呀 还有朋友说 懂了我去节目跟你刷弹幕 跟你说哈哈哈哈 不好笑 还有人说 忽然你们以前好笑了 我承认对吧 的确没以前好笑 但是不是我们也没以前爱笑了呀 大家都不容易 前段时间 我有一个四五年都没联系的前同事 让我帮他找工作 他不知道我做这个 我就给他发了一个 我说偷偷偷的视频 我大概意思就是我在干这个呢 不在互联网了 他看完理解错了 他说我也不知道你这么不容易 在他的视角里 就相当于是 他找我借钱 然后我给他发了一个 我在要饭的视频 听到这儿 观众肯定好奇 说你说半天 你到底是站哪边的 没有哪边的吧 其实咱们都是一边的 咱一边的人就不互相骂了 最后最后 还跟大家分享两句 阳公彩黄小白马里的歌词 叫生活是笑话 别哭着听它 别在意耿垮 不乐是咱啥 你看写得多好对吧 要不然你就是张大伟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大家好我是护兰 上一场李淡把我带他炒股 和他离婚并列 成为他的两不大姓氏 李淡实际是我徒弟 跟我学炒股 法号误赔 李淡聪明 学东西快 但凡学慢点 都不至于赔这么多 有时候我觉得挺对不住人家的 说套得这么深 还学得那么认真 现在我俩人一出去 都说哎呀 脱口秀跳完 其实现在我已经不用教他了 对吧 他现在亏得比我多 但出于蓝 而胜于蓝 而且其实 理财这事 我家是有传统的 每年春节 我家最隆重的不是除夕 是初五 因为叫赢财神 初四晚上我妈就说 面子要早点起 赢财神 我说现在都不让放炮 我拿啥赢啊 她说你就开开心心的 给我笑赢 后来我查说 放炮不是为了赢财神 是为了驱穷鬼 因为有响证 所以驱穷鬼 但现在不让放炮啊 初五我早上起来 一看客厅 看见我妈在那 oh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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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驱穷鬼 关键是 她也不开个门 不开个窗 我说你把那个穷鬼 从你屋驱到我屋 而且根据我妈的行为 我今年的理财状况 我觉得穷鬼就是 被我妈关在我家了 现在赶都赶不走了 穷鬼说 我现在非必要不出门 我今年上半年的理财状况 怎么说呢 脱穷鬼的福啊 隔离两个月 APP账单显示 我消费了两千多 股票亏了五万多 但没有办法 股票是我在那段时间 唯一能买到的东西了 没人跟我抢 菜越抢越贵 股票是越买越便宜啊 而且股市是那种 为数不多的 花了钱也买不到尊重的地方 你看股市那个用词 买了个股票 说什么市值 动不动 蒸发了几百亿 就你偷了抢了 它还有个地方 这蒸发了 都没处说理啊 我就不明白 我说你这股票 到底有多少水分啊 怎么天天蒸发啊 而且你在想个事就是 液态到气态叫蒸发 人民币那是固态啊 固态到气态那叫升华 所以说我们没有亏 只是我们的钱都升华了 上半年前几个月 我在股市的室内求生之后啊 开启了真正的室内求生 因为我被隔离在酒店 你看他们隔离在家 我被隔离在酒店了 而且是为了工作 纯是为了工作 公司让我去的 去之前公司说 戴好五天的换洗衣服 五天的换洗衣服 在我听来 那就是不用带换洗衣服 我没想到要这么久 之后没办法 用自己手动洗衣服 而且那个时候 洗衣服的时间点 真的很难把握 我这边刚洗完 那边打电话说 下楼做核算 我说我裤子还没干呢 他说那你换一件啊 我说我没有啊 我也能理解人家 你知道人家怎么上报吗 酒店全员36人 35人核酸阴性 一人裤子没干 而且在酒店里面 吃饭是个问题 没办法做饭 你看他们讲什么 抢菜抢菜难 我连菜都没法抢 我得抢外卖 抢外卖比抢菜难太多了 因为我得等 那个饭店老板 抢到菜之后啊 我就靠抢不到外卖 瘦了20斤 很多人问我 说你靠什么减的肥 我说主要是靠 手速慢啊 以前减肥是要努力的 现在不努力 肯定是要减肥的 而且你想想 真的 越饿越慢 越慢越饿 恶性循环 而且我抢到外卖之后啊 要分成几份 规划成几天吃 这是真事 因为我知道 不要把鸡蛋 都放进一个肚子里 本来寻思 风之前 我还带了两罐红牛进去 我寻思这不叫能量饮料吗 就吃的不够 实在不行 喝罐这个也能顶顶 后来隔离之后 喝了才知道 这晚上越喝越饿 后来一查才知道 能量饮料指的是 喝完之后 人能散发能量 这都傻事 你能想象吗 半夜一个人 坐在那儿 在宾馆里散发能量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什么都没说 就像过去这一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实啥也没发生 谢谢大家 我是护兰 大家好 我是护兰 我真的 我今天一天 坐在那儿 都没站起来PK过 我想轮到 我就轮到我了 但是呢 我挺喜欢我自己的 就是有PK来了 我也不怕 就没事不惹事 但是有事不怕事 现在我特别想给你们展现我的裤子 先给你们展现我的裤子 这是节目做过准备的裤子 他们说显年轻 因为这是后浪 我跟你讲 我去年做的事 除了一些 我去年还在巡演 有朋友知道我在巡演 对吧 对 我去年也开始巡演 第一站选到我的老家 东北 就想给着东北人民带去些快乐 去了之后才发现 东北人民根本不需要快乐 短视频跟直播蓬勃发展 表面上已经很难看出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痕迹了 唯一老工业基地的痕迹就是遍地的老铁 我们除了演出 我们还拍纪录片 我们要拍一些东北的民俗 我们去拍搓子 哎 搓子好 我就去拍搓子 后来才知道 是要搓我 我还去看搓别人呢 我说那可以 我说这样导演 你就给我穿一个游泳裤 那个打底裤 他说全裸 纪录片真实 我说咱们纪录片的主旨 是真实记录 不是记录真实 他们说没事 后期给你打马赛克 他们说你心理负担这么重 是不是怕被认出来 我说一个人在澡堂里面 不穿衣服这么走 还有很多机器拍的 再不认识 是不是也想多看两眼啊 看这边就不就认识了吗 而且在那个场合下 一个人但凡显示出 对你一丁点的认识 你就只能期待他认错了 他只是那个那个 脱口秀的那个那个 李淡 我说对对对对 我说眼力真好 这都能认出来 他说还行 不穿衣服 就脸显得大了一点 在那一刻 我俩都特别的开心 他觉得他见到李淡 我觉得逻辑上 他见到的是李淡 李淡也可能特别开心 啥事没干 多了个裸涕 我们都商量好了吗 我们商量好了 之后去澡堂 东北澡堂其实挺好找的 就是你开车在城里逛 长得最像教堂的 那个就是澡堂 真的 这都是什么 什么歌特式澡堂 我们上午去的 水池子里面有大爷在那边泡了 大爷一看年轻的时候 就是个狠抉择 眼睛里面写满了故事 身上也写满了故事 跟我们讲了一些 他年轻的时候事 纪录片一个都播不了 我说导演 马斯克还是用来挡大爷的脸吧 我不重要 导演也很成功 说在这个水池子里面 大爷的脸要挡 身子也要挡 拍出来观众还以为 我们拍的是泥丝污水怪呢 然后去搓党 搓党其实也很有意思 现在搓党跟你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以前就是干搓嘛 现在你一躺 小哥说咱家有盐搓 奶搓 红酒搓 我说你就给我使劲搓 别整这些虚头包了 我说你之前干啥的 他说之前是干烧烤的 我说你这跨度还挺大 你这整的都是我们的核心科技 我说能整的来吗 他说差不多 都说一面弄完了 他翻过来弄另外一面 他看吧 他看你有摄像机在拍我 他说这还拍着你 他说你是明星吗 我说算是吧 他说你上过节目 我说上过 而且看的人还不少 好几亿人呢 我说平时酷哥跟你聊天吗 他说聊 我说他们都跟你说啥 他们说就是聊一聊 过去的辉煌啊啥的 我说你闭嘴 摄像机拍我的 你还跟我幽默上了 我们真的是觉得还挺幽默的 就想多拍一会儿 包括什么搓别样 对我拍了半天 发现他只敢跟我幽默 因为我就来一次不来了 其他人是他真的顾客 本来想拍点幽默 结果拍到都是黑色幽默 其实他说这些 其实很多人想象的东北 短视频的东北 其实不一样 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 跟我们想的都一样 就是重复单调 偶尔还有精彩 大部分人也是一样的 虚荣怕事儿 还时不时在会机智幽默 但我环顾四周对吧 我还发现 还是我最幽默 好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忽兰 这一季比赛对我来说 特别艰难 因为周期末就追着我炒CP 但是我又不想跟周期末炒CP 我只想跟王建国炒CP 你们知道吗 就我们脱口小演员 炒CP还有名字的 就这么几个破脱口小演员 炒CP还是有名字的 我之前跟庞博炒过CP 叫兰博基尼 我跟建国还有名字 叫建兰纯 这季真的对我来说太难受了 就是我去年还留下了一些段子 去年我讲了一些什么金融理财的 还有很多朋友感谢我 说是因为这些段子 帮他们家里脱离了金融的苦海 今年年初还有朋友发我私信 说他爸爸今年年初想炒原油 就把我的视频给他爸看了之后 他爸就不炒了 我看完之后心里就很复杂 因为我自己买了原油 我买原油真的不是为了什么写段子 体验生活 我就是想抄底 我的几个高材生朋友 真的是研究什么国际形势 宏观经济 研究了两周 说可以抄底原油 后来我说亏成这样 我说你们咋研究的 他们说他们在知乎上面研究的 我们七八个人吧 还拉了个群 叫超低小队 后来才知道 那是自杀小队 最后面那个群变成了维权小队 就你们知道那一天 就油价低成 负数的那一天 我们那个群里 就整个就是兵荒马乱 就是所有人都在卖 没有任何的交易技巧 就是无他 为首快儿 我说你为首快儿 这好像在哪篇课文里面学过 我说就是写咱们的 是卖油翁 我当然知道这些不能碰了 咱们就是疫情期间闲的嘛 就有朋友说什么 我不想上班想待着 别 你就不知道你不上班待着 得赔多少钱 如果你觉得生活困难 我教你们个疯法 这是我最近想到的 你就把今年比如说高考试卷 书里话就拿出来 看一看 你也不能做一做 自己已经做不了 就看一看 你就告诉自己说 你还曾经会过这个玩意儿 另外你再想想 生活再难 客户老板再刁钻 怎么可能刁钻得过 一个光滑的小棒穿过磁场 又发热又发电 最后问你功率是多少 真的真的 别让自己嫌弃了 嫌弃了真的 我去年有段时间没工作 然后我就 就开始作 真的就 我去看展 你说那个现代艺术展 是我这种人 能看得明白的吗 在看展的期间 我对着一个拖把 足足欣赏了五分钟 还没欣赏完 一个阿姨过来 把拖把拿走了 不知道谁放那 缺了大德了 看展玩 还玩到什么腰酸背痛 然后我就说 那找个地方按摩吧 我就找按摩 我就会去找一个装修 还比较漂亮的店去按摩 进去之后 我会问他 我说你里边都有什么项目啊 他大概率会毁有余 他说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你先按看这句话 就是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这句话就是 倒倒绑架 你知道吗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就不能再走了 你先按看这个逻辑 不可能说 他说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我卡扭头就走了 对吧 我说巧了 我找到也是正规按摩 但我没经验 他说你要找什么师傅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预约 但你要知道 你一旦说没有预约 他一定找一天都没伤过 这种力气最大的一个 那个大哥就是横着出来的 我趴在那差点给我摁吐了 我说大哥你轻一点 他说你实习证给你摁完 你就舒服了 我说大哥好像摁完你舒服了 对吧 最后摁太阳穴 咔咔咔 特别使劲 大哥太阳穴就别这么使劲吧 他说你实习证 我说脑子里又没水呢 我那一天第一次知道 为什么太阳穴就太阳穴 是因为那个大哥咔咔咔 给我使劲上完 我真的在这个两个地方 看见两个太阳 后来还没有灯啊 这个太慌了 关键是越讲越慌 你没有灯 我真的还闲到什么 地步后来就是琢磨 疫情期间没事 我还减肥 看出来了吗 就基本上差不多就失败了 对吧 我就特别喜欢工匠这种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要减肥 是需要周围朋友鼓励的 我特别喜欢工匠这种 一见面就开始说胡话 哎呀你又瘦了 他说你哪瘦了 你瘦了 瘦了 我看在旁边 我坐在旁边 就特别想掏出来一个 争什么争 争一争 而且说实话 一个人决定开始减肥之后 最难受的不是这个人 是他家里的那个秤 反正我是 我一天得站上去扒边 我早上起来之后 我就站上去秤一秤 然后去上厕所 上完厕所过来再秤一秤 再算一算 我突然有一天翻任性 我说秤的不是体重啊 方法还是挺巧妙的 当代曹冲 而且真的减肥的时候 到半夜特别难受 饿难受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喝一杯 蓝喝绵羊奶 营养健康 成人也能喝 鼓抱鼓抱 赚钱不容易 这个精力精适 哎呦我的天 但不知道吗 就想叫外卖 就晚上饿想叫外卖 心理纠结 叫吧身体不健康 不叫吧心理不健康 躺在那都快舔那个床了 后来我去查历史 夜宵始于唐朝 人家很合理的吧 然后唐朝人以胖为美 唐朝人太厉害了 控制不了欲望 就改变审美 这还不拍啊 这也不拍 我觉得我就在想说 有一天 我们再也都不笑你们了 真的别再尴尬 讲这些尴尬段子 我们就说 听同学校笑什么本事 你憋着不笑 才好对吧 再做一段节目 笑不起来真好看 可能已经做出来了 真的你看 我就是 经常有人说 我喜欢工作 我不是喜欢工作 就是我没事的时候 你看我给你找的 自己的这些事 真的不靠谱 有的朋友说 哎呀你跟生活较劲 总保持一个姿态 你该向生活低头 你就向生活低头 你不行你再抬起来 趁生活不须 你再低下 你再抬起来 我说大哥 你这好像不是 在向生活低头 你这是在向生活磕头啊 好 谢谢大家 我是乌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乌兰 我是 我是真不想PK周启默 因为周启默很厉害 他被誉为 中国拖我秀的天花板 然后他就找我PK 他就复活 然后一群人来骂我 你说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说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是天花板先动的手 开得这么开啊 开得这么开啊 这个事就像 小孩没事光光踹墙 然后他说 为什么脚疼我脚疼 他妈过来说墙坏 墙坏坏 那个墙怎么能欺负人呢 我就是那个墙啊 我一动没动啊 你说我真生气 我就说我自己 我上周过生日了 过了我三十一岁生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没啥 其实很正常 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爸妈开始 祝我身体健康了 很多晚上都说 我刚才过了三十岁之后 我公司就开始 不忠用你了 机会都留给年轻人 我开始不信 但你看看 今天这个情形 受到忠用的年轻人 早已晋级 一群中年人 在竞争一个 可以跟年轻人竞争的机会 老兵不死 他们只会自相残杀 哇 这段太大了 我真的很羡慕年轻人 就二十多岁 全职说脱口秀 为了喜剧梦想 我三十多岁 我辞职说脱口秀 我心态已经很好了 但有的时候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也会对自己说 轻本佳人 奈何作词 这网上有那个什么 鸡汤文吧 什么余敏鸿 三十一岁才创立了新东方 张朝阳三十二岁 才创立了搜狐 你急什么急 你说我急什么急 留给我大七晚上的 例子都不多了 来劲了来劲了来劲了 熟悉的忽然的恐怖的气息 还是忽然的 我心里还剩下的三道防线 是三十五岁的马云 四十三岁的任正非 跟六十岁的江子牙 而且三十岁的时候 真的跟你小的时候 聊天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你们肯定好奇 我跟建国喝酒 平时都会聊点啥 一定是文学啊 梦想啊 不是 我们也会聊社保 有一次我喝多了 我说我真不想干了 干嘛 你要不然还得找别的地方 去交社保 你看也是啊 感谢社保 维系了我的脱口秀梦想 我跟建国 经常有那种 星星相惜 英雄所见猎同的感觉 但是我们学过历史 知道英雄和英雄之间 是不会聊社保的 刘备三顾茅庐 刘备说来吧 来实现人生梦想 朱亮不来 来吧 来吧 石宝公斤 给你交顶格 朱亮说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和几个中间朋友 前段时间去鬼屋 去鬼屋去玩 真的我发现 在整个鬼屋里面 最淡定的就是 这些中间人了 真的 他知道生活 比鬼屋残酷多了 就那个NPC 那个鬼咔一出来 年轻人吓得四处逃赞 那个中间人 就这么看着这个鬼 就像这么 面对生活的态度 跑不动也跑不掉 你看忽兰的右手 忽兰的右手 穿那个镜子就来了 我拿上来就不对劲 他就一直在那拖着 要不然你就弄死我得了 真的 最吓人的是 我们在那个鬼屋里面 看见个床 我这是干啥的 他说就是那些鬼 有的时候加班太晚了 就在这睡了 所以我在想 现在各种什么鬼屋 什么生化危机 那都不吓人 就应该做一个中年危机 你进去先打卡 进去之后也不黑 就是灯火通明 全是鸽子尖 大鬼小鬼 站在那边加班 没有什么恐怖的音效 就是键盘声 就穿插着什么 叮叮的声音 真的 你还有一些鬼 在工位上骂老板 咱老板真不是人 老板也 不然咱就不是人 还能看到一些鬼 由于工作疲劳 已经印堂发黑了 疯狂地掐着自己的人中 生怕自己猝死 真的 你跟工作人员说 这太恐怖了 还没有别的场景 带你往里走 咔穿住个小孩 抱你喊 爸爸 爸爸 我要上好学校 那边说 是要买个学区房了 咔 一看张母娘出来了 一边爸爸妈妈出来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然后一排人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你说你们是谁啊 他们说 我们就是你的房贷 车贷信用卡的银行啊 我当然希望你一直健康啊 你就崩溃了 你说啊 这比刚才那还恐怖 工作人员说 对对对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啊